我覺得一個活動的成功與否 就是看現場氣氛熱不熱絡 大家嗨不嗨 尖叫聲讚嘴 你是不是嗨咖嗎 我是不是很會男唱 我是不是很會男唱 最近就是尾牙旺季 對 妳是屬於那種要帶動氣氛嗎 有時候是暖場 有時候是唱壓軸 唱壓軸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沒有... 妳都會帶來靖哥熱舞 會 因為我以前就是模仿姊姊 謝金妍 然後我覺得姊姊她有非常多 暖場的妙方 我覺得很厲害 今天給妳一個節奏馬上可以嗎 不是... 真的嗎 可以啦 好想看喔 想不想看 想看的嗎 想看... 想看... 這樣姊姊的音樂嗎 姊姊姊音樂可以來嗎 來的... 有一個節奏可不可以 來兩句就好 兩句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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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可以大聲一點嗎 老師可以不要這麼熟嗎 沒有啦 姊姊... 姊姊暖場她就是 妳知道她很厲害 她會求發財經送給大家 好高的那邊是 所以大家一定會搶著要 對 就是發財經 她真的是有去求的發財經 然後換成廳廟裡面求 然後送給現場的員工 換成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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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附屍 用Kan的 我那個 主桌流移 台下的流氓 最厲害的是 最厲害的是送哨子 哨子 然後全場就被吵 因為姊姊有一首歌叫做B... 她說讓我聽到哨子的聲音在哪裡 妳有研究過她的套路 研究過 從最基本的螢光棒到哨子 到那個發財經 妳也是以前人家叫妳小謝經驗 現在還像嗎 現在比較多說像小松慧喬 我等一下在罵 沒有啦 三重的 不過現在要像也難了 三重的 髮型的問題啦 還有妝什麼的 姐姐自己也不像姐姐 今天要聊的就是暖場話 暖場 讓氣氛High 而且公司裡面小團體 一定要有這一咖 對 不然那個氣氛起不來 對不對 好 來 那種 有一次我朋友參加一個婚禮 他就做主持人 然後剛好是個A B C 他本身那個音量就是很寬豐 有他音量這麼大嗎 比他還大 就是那種BASS的那種 BASS很重的那種 低頻會傳的那種 你音量很大 BASS BASS 類似那種 然後他跟新郎跟新娘 他們因為就是感情很好 然後他跟那個伴郎伴娘 他們也都很熟 結果就讓他們在台上排成一整排 然後就是梅花站 然後就先讓新郎跟新娘 就是嘴對嘴的要傳東西 對 比如說就是 比如說就是我傳這個這樣子 他傳給我 就要很薄的然後就要傳給他 對 或稀有面子 對 因為你知道新郎官跟新娘 他們本身其實就是那種曖昧的情愫 就已經在累積了你知道嗎 所以加上那個活動之後 他們很快就會進入狀況 然後後來壓軸就是那個新郎官 就是要跪到那個新娘的腿的內側那邊 然後用他的嘴巴去咬他的那個 因為新娘這邊有一個那個 綁一個東西嗎 綁一個蕾絲的那種白拳圈 在大腿內側 很性感 然後新郎官就用嘴巴把它這樣叼下來 這個 對 全場就很嗨 下次可以約一下嗎 約一下 你約一下是你要綁這個 然後黑人來幫你咬嗎還是 這個畫面 對啊 那還是你綁兩個 然後我們兩個同時 兩個人夫這樣好嗎 我們講一講就好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只能想一講 你們都在那邊 我們這不能幹嘛了你知道嗎 行為 行為感覺就很犯罪 你們快變玉琳哥 會這樣 這個畫面是鐵嗨 對不對 鐵效果 對啊 這一定要錄影 超嗨的 在婚禮有一些遊戲是鐵嗨的 對不對 我們以前有像Jason婚禮 有一次就拿乒乓球 對... 他就放上那個褲子 對 傳乒乓球 就是新郎要有一排這樣子 對 用手也可 用手也可 那這樣子會不會那個 本來一顆乒乓球到這邊之後 然後這邊變兩顆掉下來 掉下來 我自己好不壞 就是 因為那個也喝多了 原來伴娘也喝多了 對 旁邊的都喝多了 伴娘自己也是來 他可能也是 也開心 對 他也是單身 他也是這樣找機會 這樣 對... 拍到你知道已經 他拍... 拍到你知道嗎 拍完了 怎麼拍什麼拍 拍超大力 沒有 軟掉了 受傷 男生被打到要壞會 妳知道 鬆軟的那種 還拍到失態腳軟 我之前也沒有 沒有外整的腫那種 腫 腫 我有一個好姐妹結婚 我們以前就是舞蹈員 大家一起跳舞 然後她結婚的時候 暖場就是我們跳那個 有 我有看到 舞娘俱樂部還上新聞 什麼 史上最強伴娘團 真的 是你們 是我們 辣嗎 但那個新聞我沒有看過 你可以現場重新一次 跳一下嗎 真的耶 是哪一種 就是舞娘俱樂部裡面的吧 對 我知道 電影裡面的 美音樂滿乾的 對 其實婚禮本來那個場 本來就是很歡樂 其實新人是希望拱 但是我有一次唱 他那個場超冷的 我去監獄裡面唱 然後那個 男子監獄還女子 男子 然後是重刑犯 所以他們腳是有練的 練成這樣 教練 那邊要講同學 教練 然後我們前面 幾位藝人 上台唱歌的時候 大家就這樣 就是瞪著他們這樣唱 就是看著妳 然後妳就這樣唱 然後我一上台 我就想說怎麼辦 其實我還滿緊張的 我就說 跟我一起跳起來 然後 然後就跳 跳 女國心破功 都要緊張 腳練伴導 腳練伴導 我不是 正常說 讓我聽到妳的尖叫聲 可是我就說 讓我聽到妳的腳練聲 然後那個孩子 他們就真的有腳練聲 他們就真的跳起來 報動 會不會那個警報器 就只想 對 有人要討厭 討厭 可是因為那個場 那個狀態是會怕 對 其實我們要進去的時候 然後就要繳所有的東西 就是不能帶任何的手機 還有其實化妝品有一些 危險的物品 小剪刀 尖尖的物品 一開罐都不行 所有的東西都要先放在外面 對 再置物櫃 然後才能進去 那妳那天是穿什麼 妳那天穿正常的衣服 沒有漏嗎 就是正常的 那個 因為旁邊還是有長官 什麼的 然後其實很危險 因為他們在外面排隊的時候 是蹲下來的 是這樣子手放在那邊 對 standby的 可是重型犯不是都不能有 盡量跟人家交談這樣 是不行啊 所以他們那群人 就是坐在那邊 一進來就是坐在那邊這樣 所以他們其實基本上 他們也不太能夠拍手 所以 因為一拍就ㄎㄎㄎㄎㄎㄎ 通常我們手沒有啦 他們手沒有被練 通常就是我們要去跟他們 就是互動 對啊 那妳那天唱什麼 我就唱鞋牙齊 那種很歡樂的 然後難道唱的如果還有明天 去監獄表演 去監獄表演 是有發揮的歌 因為他們要手跟腳在一起 不行 所以有一些大哥出來 你這樣虧 你不要這樣說 我也是有做過 黑道大哥的尾牙唱 在台中 有這樣子 清一色的 他們都是穿深色的衣服 對 黑色的 然後大哥都是坐最前面 然後你就看到後面有一些小弟就是 他很想要跟你一起跳 但是不敢對不對 對 因為大哥都在前面 所以他們就在後面這樣 對 就是蠢蠢蠢蠢蠢 對 然後拿手機這樣出來拍 然後想要拍得很前面 可是又看到大哥在後面 然後又這樣退後 這樣子 我是被邀請去 就是去 反正他們就參會 對 很多兄弟 有一個兄弟 就突然間跑過來問我說 聽說 你主持一個節目叫 我愛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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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傻眼 怎麼會這樣 我就是黑社會 剛剛有立刻跪下嗎 我愛黑社會 然後我就這樣 因為他也是開玩笑到那個 對啊 大哥 我愛你 超可愛的 這次就是 我愛你 傻嬌 傻嬌 我覺得 我覺得女孩子去唱到 有關黑道大哥的那個 餐會也好 還是尾牙也好 我覺得會比較吃香 比男生吃香 對 真的 像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 黑道老大伴的一個尾牙 他也是這樣子 全部人都不敢動 連那個主桌的 主桌的有舞桌 然後那些大哥也是這樣 翹著腳 然後抽著煙 然後攪著檳榔 然後這樣交頭接著的聊天 我就覺得後面的人都不敢動 我就覺得太尷尬了吧 我就想到這 我就豁出去 我就笑 我就選一首合唱的歌 因為差不多也都喝到差不多了 我就選了一首傷心酒店 我就跟大哥們合唱 大哥一唱 那小弟也要跟著唱 那整個氣氛就 暗淡酒店 然後臉都是 你太狡猾 你的總音不要放 不要唱 對 你剛剛有一點 別的腔調好多 直唱 然後我就說 大哥 聖伯 今天和我這麼開心 我們來到這個場所 你開始命令小弟他們解嗨 後面我就唱了一首快歌叫做 你講兩個大文會 拍太大力 thermاذ 反而大哥說不夠大聲 然後後面有在加碼 又在大聲 通常這個時候 因為像之前我找大哥唱 如果大家不拍手他們就完蛋了 大哥一句話比我們喊一百句話 還要有用 真的 所以唱到這反而是比較好帶 真的... 小雨 我之前因為我自己 有帶學校的一些團康活動 然後因為都是高中生 他們比較年輕 他們就是比較 一個可能那十幾個人 他們有可能就比較害羞 然後我們就帶他們 做一個團康的小遊戲 然後就把這個氣氛 炒得還滿熱絡 所以我其實可以現場來玩一下 他叫做 這個遊戲叫做 人體蠻蠻 有誰還在笑遊戲 好仔細 接舞 接舞的 就是比較年輕人愛玩的 這遊戲叫做定義遊戲 然後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邏輯遊戲 然後就大家帶他們一起來猜 如果你可以馬上很快的猜對 就代表你的智商大概有180以上 然後如果你猜對 就是會送禮物給你 所以我們可以現場來講 假設A是黑人哥 我幹嘛當A 我不是說 別是黑人哥 B是小優的右邊的那個耳環 那C是什麼 大家猜一下 C是我 錯 大家猜一下 我請你猜一下 在我們這個空間當中 我是國豪 不好意思 國豪... 不好意思... 國豪 國豪 畫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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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知道 好想知道喔 C是什麼 C是什麼 那長得好像大根喔 大根 那C是什麼 猜一下 C應該不是你吧 不是... C是什麼 我知道... 黑人哥右手小拇指上面的指甲 答對了 真的... 這是一個邏輯就是 我知道 那我再問一次 最好是 來 A是我的襯衫 B是 它的牙齒 那請問C是什麼 我知道... 麥克風 對啦 沒有 我會完了... 我會完了 真的嗎 我發誓我會了 你會了 你有發現我們一頭五水嗎 對啊 所以我們智商沒有一把零 想一下... 什麼意思啦 為什麼 提示就是 不要在意我說了什麼 A是小雨子的一個名牌 對 B是好好的球鞋 C是這個 我知道... 我右腳 腳上的腳皮 好 對不對 厲害 他媽媽都說我會玩 你是不是我會中 不是真的 真的 媽媽就一起來 然後氣氛就很熱絡 然後到一個高峰 然後最後就會剩下一個人落單 對 然後我們就 那我們遊戲結束了 Bye Bye 然後你智商 死都不跟他講 對 死都不跟他講 然後會很難過會哭 回家會哭 這遊戲是個霸凌嗎 不是 這邏輯 我好堅強 什麼啊 很堅強對不對 馬上就... 馬上都抓到 很厲害 我們四個來賓都全部放後 對啊 我玩過一個類似的叫Black Magic 黑魔法 對不對 就是這個 類似的 可以跟大家解答嗎 不要講 不要講 上粉絲團 上粉絲團 OK 11點52的時候我們就過 才講 11點52 還要去粉絲團公布 我也提供一個小遊戲好不好 好 很適合在KTV裡面玩 好 很適合男女一起玩 對 叫做戀愛遊戲 我知道 我知道 這個很好玩 男生只能選女生 女生只能選男生 然後譬如說 好 我就會問你 第一輪 第一輪 我說你願意跟我牽手嗎 然後如果他不願意的話 我就要喝一杯 他如果願意的話 我們就牽手 像國王的新衣 不是 國王的新衣 對 然後下一組 好 然後大家都牽手 第二輪開始 不能重複 我可以跟你擁抱嗎 手還要牽著嗎 如果他願意跟我擁抱的話 我們就改擁抱 他這樣一直抱著我這樣玩 可是一定要男生跟女生 但是你可以搶別人的 比如說我跟他擁抱了 然後你也想跟他擁抱 你就問他說 我說我可以跟你擁抱嗎 他如果答應的話 同時間嗎 我就要喝 就是原本跟他牽手那樣喝 所以你可以搶多人家 所以這種是男女互動的機會 那只能跟他搶到最後 玩到最後 可是是要順位這樣 不能這樣跳著講 可以跳 他可以出來搶人家 比方說被拍到不喜歡的對象 他說 你就拒絕 你可以滾開 不行 他在這邊就你可不可以滾 你們一定有問 可不可以喇雞對不對 玩到最後就是 請問可以跟你親親嗎 然後只要有一對親了 這遊戲就結束了 這個是最大的曲嗎 而且這個遊戲真的很怕 有情侶在現場會吵架 對 然後男朋友都會說 沒關係 要OK 你欠真其他 請他到後面賭 你就這樣 好玩 再玩 對 或是姊妹桃喜歡你男朋友 對 或是男的跟男的 然後我就說 我可以親你嗎 然後就 這個會 會出事的 這一定要單身的玩 對 單身的比的時候可以玩 講到KTV的話 我覺得有一首歌 大家一定要唱 我兩個還夠酷 妳說那個 古劇機的進歌金曲 對不對 就是比如說大家一群人說 大家不是很熟的時候 然後大家有個 因為在那邊玩手機 吃東西 或是說那種不愛唱歌的 各做各的有沒有 醞釀期 對 然後你就兩人一組 然後就每一組都要唱一段 一段 對不對 走音 然後搶拍 甚至唱太好聽 你都可以叫他喝 然後馬上大家就可以很熱絡 對 然後有一次我在韓國的KTV 看到他們就是有專門的 那個B-BOYS 進來跳舞 對 然後 表演的 表演的 就幫你暖場的 然後那場地就很小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 Locking Breaking什麼的 最後那個人很厲害 就叼一杯滿滿的啤酒 在嘴巴上面 然後就站到桌子邊邊 嚇爆啦 到底是暖場王還是冷場王 有一次有一個主持人 他暖場 他很嗨 還要介紹 他搞不清楚狀況 他就 我就在台下這樣 好尷尬 小鮮雞 你